虽然写轮椅置放区 但位置上却坐了人 正是因为他们明明请前化位 上船却发现根本没位置坐 端午节连假到来 不想整天门在家 纷纷安排出游行程 之后民众报约 20号搭10点半的船班到澎湖 但等到11点多才上船 他跟姐姐两家人 一个六大三小排在队伍最后方 就上船后发现全坐满了 还看到一堆未满三岁小孩 明明不用买票 却坐在位置上站位 许问工作人员 对方却说化位只是方便电脑作业 他们一行人被迫待在船位 员工休息区 对此航运公司说 22号出了两班船 第一班搭载237名旅客 第二班搭载239名 最高载客人数为242人 澄清并没有超载 判断是因为有旅客拿行李占有位置 才会有人没地方坐 据为何晚发船 则是因为有游客迟到 他们等人的关系 从台湾本岛要到澎湖 除了飞机就是搭客轮 但现在旅游旺季到来 以为难求 媒体早定真的很难买得到票 就有不少游客选择搭船 像在嘉义台南高雄斗船班 主要的布袋港一共四家航运公司 每天各开一班约可搭载一万人前往澎湖 廉价期间出油人本来就多 旅客还是要多一点体量 便拿行李占有位置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纷争 破坏出油性质 TVB新闻 纯真电话判 澎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